克里斯多夫诺兰·Christopher Nolan是一位英国电影导演、制片人和编剧 他以拍摄科幻、动作和悬疑电影而闻名 包括黑暗骑士三部曲、《全面启动》、《星际效应》和《敦克尔克大行动》 诺兰出身于伦敦 他的父亲是一位剧作家和作曲家 他的母亲是一位演员 他从小就对电影感兴趣 在1997年,他拍摄了自己的首部短片《登月》 1998年他拍摄了自己的首部长片《记忆碎片》 该片获得了第51届柏林国际电影节英雄奖评审团大奖 2005年诺兰指导了蝙蝠侠《侠影之谜》 该片是《黑暗骑士3》部曲的第一部 《黑暗骑士3》部曲是一部非常成功的系列电影 他获得了全球超过20亿美元的票房 并被许多影评人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超级英雄电影之一 2010年获兰指导了《全面启动》 该片是一部科幻电影 讲述了一位盗贼可以进入人们的梦境 并窃取他们的秘密的故事 《全面启动》获得了第8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摄影奖 最佳音响剪辑奖和最佳音效奖 2014年获兰指导了《星际效应》 该片是一部科幻电影 讲述了一位宇航员在探索宇宙时寻找新家园的故事 《星际效应》获得了第87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视觉效果奖 最佳音响剪辑奖和最佳音效奖 2017年诺兰指导了《敦科尔克大行动》 该片是一部战争电影 讲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英国和法国联军在敦科尔克被德军包围 并在英军的帮助下成功撤离的故事 《敦科尔克大行动》获得了第90期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剪辑奖 和最佳音响或音响 诺兰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导演 她拍摄的电影都非常受欢迎 她以拍摄科幻动作和选一电影而冠名 她的电影总是充满了创意和精细 诺兰是当今好莱坞最受欢迎的导演之一 她的电影总是受到影评人和观众的赞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